没有到那里,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合成照片做出来,但是又不能有破绽的话,这才是厉害啊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一张照片,所以这边会有个变化题,请你最好是用你自己的照片 如果你不好意思,你找一张照片,然后合成,我们会有个变化,就是做合成照片 把你合成到一个著名的景点,比如巴黎铁塔 或者是什么埃及的金字塔,也许你没去过,但是你可以把它合并进去 反正就是做合成练习,合成练习的前提就是一定要非常自然 一定要无违和感,不要说一看假的,如果说你能够一看,哇,毫无破绽 就像我刚刚那张照片,不过那是真的啦 那当然你就成功了,OK,所以首先你要学会什么,如何把这个吉祥物 搬到这个背景过来,OK,那我先把它交换一下位置 左边,右边这张图,搬到左边过来 当然特别注意哦,你要怎么快速选取 它原来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是这么小 你可以Ctrl加号,可以把它放大 不过因为这张图的解析度本来就不好,所以其实也不好选 那要怎么选哦,特别注意哦,请各位善用左边这边的工具 按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它里面的话有所谓的套锁工具 多边工具跟磁性套锁 那还有什么呢,更快的是快速选取跟魔术棒 主要是这边有五个工具 我们就要用这五个工具去做 OK,那当然我刚刚同学已经有试过了 不过失败的可能性蛮高的 如果呢,特别注意哦,所谓的快速跟魔术棒 是你的背景有一样的话 你可以用快速或魔术棒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要慢慢选 慢慢选的话,可能要把图放到很大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怎么样做比较快 因为刚好这张图的背景哦,蛮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一,先用什么呢 用这个快速或魔术棒 那我用快速的好了 二的话呢,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圈圈,请你点 可是你会发现吉祥物本身哦 它的颜色比较复杂 外面比较单纯 所以我可以先点什么,点外面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诶,有没有发现 它会越来越接近什么 诶,你会发现一下子怎么样呢 因为背景比较单纯 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背景整个选起来了 有没有发现 那 对,好,我还没讲哦 第一个哦,特别注意哦 可是问题来了,我现在是选背景还是选吉祥物 我现在要选吉祥物,可是我现在是选背景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 上面有个选取,对不对 对,反转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有没有发现,很快的都选好了 但是呢,有几个地方不完美 Ctrl加号放大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一块有没有 跟什么呢 跟这个虚虚的部分 所以哦,刚刚同学讲了 如何再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部分选进来 所以我反转完之后 请各位记得哦 把它切回到什么 套索工具啦 或者磁性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用磁性 因为磁性有时候乱飘 反而不好选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把这一块怎么样 把它加选进来 特别是要怎么加选哦 这个比较困难哦 如果你要加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请你选一套索工具 二的话呢 请你注意一下上面部分哦 上面这个哦 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 不是要重新选 而是要加选进来 对不对 所以请注意哦 预设它是重新选一个新的 你不要用重新选一个 不然你刚刚选的 就全部消失了 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需要把游标放在上面 做什么呢 它这边有好几个 好几个样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增加 这个是减去 记得哦 它原来新的 你如果再选 它就重新选一个新的 所以请记得哦 一定要点什么 点这个 增加至选取范围 那这一块要选进来 请注意哦 如果你要增加的话 理论上一定是从里面选到外面 把它画一个圈圈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理论上会配合放大件 为什么要放大呢 因为你如果没有放大 选比较没有办法选到那么的精细 然后我选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从里面绕到外面 这样绕过来嘛 这个时候呢 请注意哦 你的手不要抖 一定要拿稳 然后呢 要慢 而且不能乱飘 不然你飘过去之后呢 你就多选哦 然后要看准 把它绕一圈 绕回到哪里呢 绕回到这里 放开 有没有发现 选进来 应该知道我的道理吧 不过因为这张图的解析度太低了 所以说真的啦 没办法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找一张 那个解析度很高的 来选 就会选的细节会更多一点 OK 所以我大概做一下 有没有看哦 因为细部的话 如果你要做到天衣无缝 恐怕你要非常的细心 而且要放大到非常大 我看这样已经是最大了 好 那这虚虚怎么选 其实这个虚虚也不明显 也是这样 从里面绕到外面去之后 绕这样子 反正呢 只要看到的东西 有颜色的地方 我就把它绕一圈 放开 有没有看到 这样应该够OK了吧 你如果把它缩小 我想应该看不出破绽了 然后呢 再来下面这边 有没有这一块 绕出来 有没有 有颜色的地方 我也是照样把它绕过来 OK 放开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 移过来 那看一下 这一块到底要不要 要的话 你就再把它选一下 OK 这样子的话 就让它多选一下 大概啦 还有这一块 这绕过来 反正大概 基本上可以选里面一点 你尽量不要选太外面 不然的话 可能会露出比较多的破绽 那这一块也是一样 你看放大这边有颜色 对不对 好 我会把它顺便选进来 一下下 OK 这样子 有没有 OK 好 那再往上一点点 这一块 再把它选进来 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利用 一个魔术棒 跟快速选取 就选一个大概 然后细部的话 再利用套锁 其实就非常够用了 好 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Ctrl-减 其他的话 我想细部 如果你觉得还有遗漏的话 请各位自己 再去做选取 好 选完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吉祥物 放到这边来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刚刚的同学应该 有做过 很简单 Ctrl-C会吗 Ctrl-C 到这边怎么样 Ctrl-V会吗 这样不就过来了 那可是位置呢 不对 对不对 还有大小不一样 怎么做呢 你可以 再利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到什么 左下角 OK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 再利用那个放大缩小的功能 放大缩小 其实几个方法 你这边可以有个所谓任意变形 有没有 或者变形嘛 那变形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你这边可以用任意变形 假设我今天希望呢 把这个把它做什么呢 放大缩小的话 那你可以编辑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任意变形的功能 你可以针对这个呢 再去做什么 百分比的 但你这边锁可以锁起来 如果我用这个任意变形的地方 那你上面会出现什么 出现它大概多大了 然后印象中好像70%还是多少 忘记了 那就是把这一张图 任意变形 Ctrl-T也可以 然后这个锁一下 我记得好像大概80%还是75%我也很忘记了 就把它稍微看一下这边 好像还是太大 大概80%左右吧 所以Ctrl-T 然后呢 这边锁一下 大概80%左右 请各位自己再调一下 然后移动到应该放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记得哦 你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上面有个打勾 一定记得一定要打勾 因为它这个很麻烦 如果没打勾的话 它又恢复了 所以最后记得打勾一下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 我刚刚主要是利用 先用什么呢 套用 先用什么 这个快速选取 再反转 这个反转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利用套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